小鹿的前腿被折断 而他的妈妈早已不知所踪 原来就在几天前 这只小鹿还跟在鹿妈妈的身后 但因腿有残疾越走越慢 最终留在了原地自生自灭 幸亏一位好心的男子发现了受伤的小鹿 将他带回去救治 敷上了一些药膏并绑上风带 接着老哥又去充了一些牛奶给小鹿裹腹 如果此时你还在视频中 不妨给瘸腿的小鹿点上一个小红心 并留下一句健健康康 同时也为自己加油 此时一只主动跑来的大黑狗也十分暖心 不但对他关怀备治 还不断给他舔食清洁身体 把可怜的小鹿当做自己的孩子 至此小鹿在男子以及狗妈妈的照顾下 腿伤也基本痊愈了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男子决定将他放归到野外去 来到农场后男子将小鹿抱了出来 即便有再多的不舍 但他知道只有小鹿和同类在一起 才能真正的感受快乐 几天后老哥再次来到农场 当看到小鹿与小伙伴们在草地上撒欢驰骋 最后也再次感谢帮助小鹿的好心男子为你点赞